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出现了小幅的拉回 那今天是台子期结算是不是 今天对 月的结算 月结算嘛 所以今天要怎么看 今天的看法其实我跟上周三 就大概就完全相反 那今天是8月21号 上周三我们连线的时候是8月14号 那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 上周三的夜盘就是前一个交易日 就是礼拜二的这个晚上 那突然因为川普的一个政策改变 那个大盆涨了相当多 那我当天我就说今天可能会 高点会有出现 就是在风高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为什么 因为当天的筹码比较凌乱 那筹码凌乱我们看来就是散户 当时是多单 但是就今天在8月21号 这个时空来看 散户的空单一直在增加 就是散户都在做空了 就是在这一波 因为我们看那个日线 连续出现四根长红棒的时候 其实散户都在做空 那更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 就是散户永远都是错的 当然这一波可能还是错 所以就反向指标 对今天可能还是会开低 因为夜盘大概是下跌了29点 开盘的位置就会朝那个位置 去做基准 但是开低之后我觉得 再见到更低的位置不太容易 可能反而是有机会 可以做往上拉抬的这个感觉 所以你觉得今天拉高结算的 机率反而高 我觉得拉高的机率 相对是比较高的 对 因为整个筹码是很健康 OK 因为散户变成了一个反向指标了 对 散户它是做空的 可是如果说新开仓的这个市场 来看的话呢 要如何的来解读 因为紧接的上去 其实就是月线啊 季线的压力了 所以要怎么样去解读说 新开仓的这个一个月份呢 它可能期货市场的走势 其实你最近看那个 外资在大台的流程 你大概看不出什么讯息 因为包括之前在8月5号 大盘跌到那个 台子期跌到10095的时候啊 其实它的期货都没有什么变化 都维持在这个 两万五千口左右 到现在大概四万一吧 它其实变化不太多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 可以去看一个位置 就是期货的最低点 是在8月6号那一天 那当天下午的收盘 外资的水位是在哪一个位置 那之后如果不要再破它 代表新开仓之后的行情 是偏向比较乐观的 那在指数再往上走 难免会碰到季线的压力 因为季线现在在上方 是稍微走平 而且是在10600以上 那感觉你要站上去 会比较辛苦一些了 那除非有比较多的 利空消息的刺激 像可能是9月初 所以在这个周末 央行有在那个 Jackson Hall有个年会 那可能包卫尔会讲话了 如果它的谈话变得比较 当时的下跌是因为 歌式降息 硬式降息 那如果能够改成 很歌很歌的降息的话 我想对大盘的 全球的股市的盘盘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机会 那9月18号联准会 可能确定也会降到两码的话 我觉得这个盘 应该就有机会 能够站在季线上面久一些 好 所以我们先让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你刚刚提到 因为8月6号是这一波 期货的低点 期货现行上面的低点 那个时候外资的流仓量是多少呢 多单流仓量 外资的流仓量 这个我要回去翻一下 我现在电脑上面没有话 但是我记得 不会低于两万五千口 对 他这一波是最低 就两万五千多口 对不对 所以今天等到 三点半公布的时候 这新开仓量 如果是在 两万五千多口以上 我们就不必觉得 外资那么的偏空 但万一它低于两万五千多口 就可能要小心注意 外仓在 外资可能 现货市场做空 期货市场也要做空了 对 因为它现货市场 已经连续卖了 感觉是五千了 这一波上涨 其实它都在卖超 它都没有买 那到底是谁买的 其实有点怪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明天一公布之后 应该不会到这么低 不可能一天少掉了 一万多口 所以可能是在 未来的可能 二十个交易日里面 听众可以注意 这个位置 就是两万五千口的水位 所以外资 如果有新的 低的流仓量 就有可能会使得 台子企出现新的低价 新的低价 对 没有错 好 那在 际线突破这件事情上面 要哪些条件 才能够让这个 际线突破能够发生 际线突破跟不突破 我们在操作上面 有什么差别吗 因为际线 是一个商品的生命线 就在际线上 就是偏多的 际线下就是偏空 那际线下的反弹 通常会走不久 那一般的操盘人 可能会在际线下的 反弹的时候 找高点去放空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很尴尬 我们现在还在弹 对不对 但是都上不去 那其实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现在际线扣底的位置 大概现在哪个地方 所以我们对过来看 应该大概是在 5月27号那个附近的扣底位置 所以目前的价格 大概是在10650 所以我们在上面的压力 会比较大一些 不过还好 之前现在是平的 它没有大幅的下降 或是上升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应该 如果能够强谈个几天 站上去的话 我觉得对多方 会比较健康一点 而你觉得筹码 现在对于上弹 稍微有利一点点 对没有错 筹码是好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当然就要来看 选择权的操作 那么选择权的操作上面 现在有没有特别 刚刚既然提到 季限是10600 然后也提到 8月6号的低点 那8月6号的低点 大概在10200这附近 所以操作上面 也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吗 今天要结算的契约 看起来买权最大 是在10600点 这个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 都是比较大的压力区 指数再往上 可能就会面临到 压下来的这个状况 那卖权也都没有动 就是在10200点 就算8月5号的重挫 这个地方也没有动 代表卖方的主力 其实有点老神在在 他觉得这个跌破 可能是假跌破 那新开仓的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我们把 9月的契约跟8月契约 一起合起来看 那下个月的契约 往上多了100点 就是在10700点 但是下档多了200点 就是在1万点附近的整数关卡 就是1万到10700 上下这个700之间 那我觉得这一波 投资人其实可以做逆势的操作 就是当指数靠近 也许1万点的时候 你就偏向多方的这个布局 那反而如果涨超过 不是涨超过 可能靠近10700的时候 我们就偏向比较空方的思考 那这样是胜率会比较高一点 但如果他真的跌破了 1万0 170点的时候 理论上来看 不是就要开始变得更偏空了 所以如果真的到了 1万点附近的时候 真的敢还偏多方操作吗 其实我们都会教我的学生 你可以去做卖权多头价 就是如果指数突然靠近了位置 通常市场会很恐慌 那卖权的权利金 就会飙得相当高 因为波动率上升了 所以我们就会去做 卖权多头价 就是去收权利金 但是不做裸卖 我们去做一买一卖 那通常他的胜率是高的 就是抢反弹会比较容易成功 所以所谓的抢反弹 或者是到了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 10700点这附近 那可能就是抢一个 他的这个下跌 这两个其实都必须是做 这个对照的组合式的 这种买卖 这个投资对不对 对做价差 做价差 所以你的价差的方式 可能会是 如果说我们以抢反弹来说的话呢 是 抢反弹的话 卖权会大涨 对不对 我们可能就先卖一个 假设一万点附近 我们就卖出9900的put 那我还是会怕下跌 那我就在外面再买一个 例如说买进9800的put 就等于买98卖99 好 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